国道上两辆轿车扭曲变形 几乎看不出原本样貌 整辆车翻了过来 车门和车身分离 车壳碎片掉落满地 占据了整个车道 还有一名女子倒卧在路中间 画面相当惊悚 事发在23日晚间10点多 国道1号南下237公里处 云林县湖尾往陡南方向 发生两部轿车追撞事故 撞击力道相当大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三人没有呼吸心跳 包含年约30岁的肖姓男子 35岁的正姓男子 以及50岁的廖姓女子 还有一名22岁的秋姓男子 右锁骨骨折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本届事故造成三人死亡院的刑伤 全案由本大队短男分队 依规定处理 秋南九厕池为零 其余医院抽携检验中 追撞的详细造势则原因 还有待警方持续厘清 东西新闻云林报导